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Action 這麼久沒有出片是因為我個人有點病 其實如果你有細心聽得到的話 我的聲音還是有點萌萌 好了 我們第一集就解完這個人類的光芒 人類的光明 Gavin 找完他之後他就說要找那個黎賽拉不知道什麼心 找到這個心就可以保護初生的神雀 大概這遊戲的故事其實也挺簡單的 就是說這個神雀在樹上帶來了光芒 但隨著他死了之後就沒有光芒 上一集找完Gavin叫我們回來找Batteran 我們看看他有什麼好說 Yukoto的面具 Yukoto的面具就是我們上一集打的BOSS 就是一隻黑暗長者 當神雀重生的時候 黑暗長者就會想墳位這個神雀 因為神雀越強 黑暗長者的勢力就越弱 看看Yukoto的面具 總共有三位黑暗長者 現在只剩下兩位 第一位就是Yukoto Yukoto Yukoto就是我們待會找那個角色 Gavin的朋友 我創造一個用來斷造灰盡的鐵尖 他真的是一個鐵像 這個Batteran 他會幫我強化武器 平衡製作以解鎖 武器製作解鎖 加十二最大體力 他是隨著解任務去升級 好像 OK 你電到Batteran 他們說這個Batteran是越來越弱的 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弱 但他現在很明顯是斷了左手 OK 長釘棍棒 鐵棍棒 就可以 將它由損壞的變成修復 那要五百多元 那不如升 我想 輕武器是用一些比較敏捷的武器 用骨製、短釘、小斧 鐵棍棒就是高弓的 但是比較慢 升什麼好呢 其實很難選擇 有時候去一些暗的地方 先升鐵棍棒 鐵棍棒 現在應該高弓一點了 輕武器暫時會先換斧頭 那令氏呢 上一集可以拿了這些煤炭士 應該可以用的 選擇 按正方形 啪啪 現在只有三百多靈魂 不夠強化我把斧頭 斧頭又很明顯起手快很多 那重武器 既然反正都重 所以就偏向高弓 那 斧頭人的任務應該就完 是不是 對呀 將Yukoto的面具帶給阿瑪拉 阿瑪拉就是伊偉 阿瑪拉就是Gavin的朋友 不知道他是什麼水 其實 碰巧得到Yukoto的面具 交給他 Yukoto又是這樣的陰影 這傢伙 沒有我幫助 沒有辦法跟陰影戰鬥 拿著這塊護身符去到編織台 他這裡開始是一些 這遊戲的一些元素 整個地方 這個叫做 流浪者什麼鬼 流浪者休息地 就是我們大本營來的 就有那些強化武器 任務的開發點 還有這些 這個是什麼鬼 玩符文的地方 使用提燈獲得這個 圓魂的加成 友好 附近有伙伴的時候 你的傷害抵抗 隨著時間而增加 裝載花費到一千元 等等 我現在就是用平衡符文 平衡符文是有什麼用的 我現在還沒裝到符文 因為我不夠level 要Yukoto的詭計 打敗敵人 裝載花費到一萬元 打敗敵人時出現球體 根據你使用的武器 而 造成額外傷害 這個是Yukoto鬼計 但是要一萬元 幾位貴 都真的 搞不定 哪有錢買 我這傢伙的嘴巴很臭 經常說 什麼 你真是臭死了 膠水我用來修理 Yukoto對我一七言琴 造成的破壞 現在要幫他 嘩又要做打閘仔 即是要拿膠水給他貼好 懸琴才可以 找到 那個什麼黎賽拉 不知道什麼心 咦我原來原來有膠水 給你了 我什麼時候拿到膠水 我也不太記得 好 旅程完成編織光明加最大體 哦 每屆一個任務 他就 會不斷升級 阿瑪拉沒有可用的旅程 看看他有什麼說 是黎賽拉斯 好 然後 我們回去再找巴特蘭 看看有什麼說 例我給了一個 這個阿瑪拉 你有什麼看法 那你必須更深入 這座荒無人面的城市 在低域海岸 這個地方應該開始 不錯 有個女族長阿瑪拉斯 阿瑪拉斯 切開了心 就去了那裡避難 另一半的心 就應該在低域海岸 對嗎 我們一定要找到一條路 OK 風暴廢墟有一個新來的人 是低域海岸 就是要找這個人 無所畏懼 新旅程已激活 看看任務 其實Jocko還有任務 阿瑪拉沒有任務 Jocko的任務就是 是又要去醫治巴特蘭的 其實我也想解了一些枝蝕旅程 才開始解主旅程 你看到主旅程那裡 巴特蘭叫我找那個阿瑪拉斯 就要在流浪之湖 對落 那個地圖以外的地方 那不如去看看Jocko有什麼任務 接了任務再看看 最解 由近解到最遠 最遠 先看看 菲羅婆婆找到Rosa 再看看地圖 先看看Rosa 就是在河流上面 OK 這裡上去 那我解了支線任務 才解主線任務 現在我們的目的就是找Rosa 希望可以救到這個巴特蘭 順便我可以試試這顆棍棒 這顆棍棒 厲害嗎 OK 超到附近 Jocko會不會跟我做 會不會跟著我走 因為 對了 你一出來 同伴系統就會 啟動了 就會自動有個同伴跟著你 他應該沿著平靜河流 一路上去 對 所以應該是走這條路 這條路都多 試一試 嘩 這把東西強啊 兩刀搞定一隻 喂 刺馬的 嘩 重武器是強勢來的 看來這遊戲 而且很明顯體力多了 就容易玩了 刺馬的 走錯路 無緣無故跳 怎麼跳了邊屁 嘩 一個迴旋 一擊搞定 小型抗爭寶藏有用 拿了再說 血量都不是很見駛 喂 可以一刀搞定 很強 重武器真是 重武器真是強者裝備 而且 其實我 打兩隻怪已經有五百六零魂回來 說真的 那一句 初期應該是 應該挺好升的 那些 武器的level 看看有沒有走錯路 對了 對了 這裡又會找到那個什麼 Rosa 試一下輕武器 我的朋友更厲害 這個小鬼我玩 這把鎚應該跟我一輩子 這麼厲害 這邊再走 這邊再走 那麼 現在初期就用虎加鎚 這個就是Rosa 我見過你和Borza 在一起 修養流浪動物的本領 嘩 即是當我是寵物 這個時候他兩隻手臂都在 在這裡 如果不想辦法 阻止 疾病會奪 他有什麼病啊 這傢伙 沒錯 我來這裡找辦法 Bateron不是唯一一個新病的人 我有些症狀大部分人都有 喂 你又不說清楚是什麼疾病 鬼知道是什麼疾病嗎 Bateron不是唯一瘋狂 我還有幾個症狀 和我一起捕獵艾納犬 是野心的獵犬 做研究嗎 捕獵一些 捕獵一些動物來做研究 捕獵三隻 艾納犬 Rosa已經加入你的城鎮 其實他的支線是有點意思的 啊 要去那麼遠 回到休憩地找Joco 現在反回骨片回去 回來帶著六百多 煤炭 還是礦渣 我們不可以叫做靈魂 叫做礦渣 可以升一下這個 骨祭短柄小虎 現在兩把武器都強化了 因為靈活性大一點的 用輕武器 另外我們可以 出發捕獵獵犬之前 我們去找找Joco 可能Joco就會給我一些獎勵 找到Rosa之後 你找到Rosa 他能幫我們找到解藥 女情完成飛鵝撲火加血 調低的換力製作以解鎖 值得解的 那些任務 他的支線任務是有些故事的 阿豪依然 阿豪是他哥哥 地圖上側眼地帶有個標記 他每個角色的任務都是很連續性的 找到Joco的父親 應該就是新地方 對 你看到所有支線和主線已經飛了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解了主線 再慢慢解枝 我們解一個無所畏懼 要去那個風暴廢墟找到旅行者 從而去找那個Armyran Amyran 那我先出發 先試一下 斧頭先 斧頭也好 斧頭也好 只要武器一強化 傷害真的高很多 蘋果色術 蘋果色術有什麼用 蘋果色術不是拿來補血的 不知道有什麼用 等等他沒有 信息 加10%雷電 體力恢復 他慢慢補血還是什麼也不太看得出來 試一試蘋果色術 好煩的 那隻東西不停在這裡 蘋果色術 他補氣補快了 類似綠花草的功能 但就不是補血的 OK 即是要用元素平補血 繼續出發 新地方 新怪來的 很明顯 有一個當刺 試試拿大棍打 不過怪沒有盾 其實就很容易打 嘩 嘩 我Jorgo不幫我 都是不太夠氣肉 你看到他會搶喉很聰明 嘩 還有傷害很高 所以這遊戲其實都不太容易玩 它有些 都是有點難度 其實這個遊戲 盡量不可以中那麼多招 你看我走到過來已經是差不多喝完的元素瓶 等等 走這裡轉右 就是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就是要穿過這裡 這是什麼水來的 做不做到朋友 儀式之石已擊 這裡是其中一個 check point來的 這些是營火位來的 是經過了自動擊活的 OK 大木盾 好多怪 其實我的朋友那麼厲害 也不用我打 試試大木盾 有大木盾還不需要用小木盾 有大木盾還不需要用小木盾 這遊戲有沒有負重系統 它好像沒有負重系統 剛才有個虎毛 有什麼用來的 有什麼用 製作材料來的 OK 這裡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差 看看 沒有反應 然後呢 我相信這裡是過到去的 但是看看怎樣過去的 我試試游泳看看會不會浸死 跳過去 對了 這裡沒問題 這裡沒問題 這樣就OK了 那我可以 順著 勢找那個什麼 什麼風暴 風暴什麼 前哨 他有新東西 他每不同的地區 做得 所以說法都OK 你看到地區很明顯是 隨著你level 隨著你 你即是你 你真是循序碰進去玩 你那個 武器升一升才可以去開發其他地區 不然也挺麻煩 還有你看到 賺的靈魂很明顯比 初初多了 初初打一隻 要COTO 都是只有500 現在打小怪打幾東西 已經回到900 抗渣 這個就是 要找那個人 Ella 你不是鬼死流浪者 那步驟困在另一邊 他的步驟應該就是 黎塞拉之心那個什麼步驟 有個Gauron的聆聽者 誅死了這個地方 聆聽者好像是跟人類分裂了 就把那個心分裂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要珍珠石和心骨短杖來打破幻象 舊修道院是有珍珠石 心骨短杖就放在城鎮廣場 又是石撿來撿去 看看前面的橋怎麼封發 別管了 我們先拿了 不知道他在說哪一條橋 看看找哪一條橋 又是在很遠的 兩個地方 Ella的心骨短杖和珍珠石也是軟的 不如我回到針眼地帶先 去針眼地帶先 去針眼地帶就可以解Rosa的任務 和解Joco的任務 我先去針眼地帶 這裡應該就是針眼地帶了 Rosa的任務 就是要捕獵三隻艾納犬給他做研究 那 嘩 這是什麼水 這些就是艾納犬 是嗎 是嗎 好像不是 這個任務範圍 就要捕獵三隻艾納犬給他去 去研究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醫治Battery的病 喂 Joco你幫我打吧 洗鬼我嗎 是不是 艾納犬的頭籠 搞定了 回到流浪者休息地 有沒有這麼快呀 很簡單 他的任務其實很簡單 順便找Joco的爸爸 我才 我才回去 找Rosa 好了 這裡應該就是Joco的爸爸 你看在前面 其實Joco的爸爸應該都死了 但是為什麼這個是什麼水來的 這個現在不是Joco來的 他去到不同領域 領域呢 領域呢 的同伴會不同了 還有我找到這個遊戲的主要玩法呢 是玩 是玩盾擋比較多 盾擋是容易攻擊一點 等敵人攻擊完之後再打會好一點 閃避在這遊戲不算特別厲害 Van的筆記本 寶物爾添加 看看Van有什麼筆記 用高等黎塞拉斯書寫的 我家族珍藏的藝術品 只要很少人才能解讀到 你爸爸也死掉了 你哥哥也死了 你爸爸也死了 損壞的野蠻虎 是裝備來的 新爺看看這個野蠻虎 超重 超慢 應該是攻擊力 比鐵棒還高 如果升上去的話 我現在先用鐵棒 G線 Joco和Rosa的任務就解釋了 應該要回去流浪者 休憩地 我現在先回去 損壞的瑪麗球桿 突然又拿到新武器 應該是重武器 這個的速度都比較慢 所以好像是 所以好像是棍棒最快 其實差不多 你說瑪麗球桿的樣子 可能比較好看 遲些才決定去裝什麼 不過呢 暫時給我 我現在還在走回去 所以這遊戲給我的感覺 偏向簡單 但是他其實都 蠻好玩的 簡單得來 他的動作 是 要你都 掌握得得很精準 但是唯一一樣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地圖再擴展下去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他沒有快速傳送 你看我呢 全程都是 走路走回去 現在回來找Joco 交任我 我認為我的家人應該會被罪了 我給Fan一筆記 你爸爸的筆記 我們的血物被搓走了 OK Fan提到一個鬼魂 是我們先祖 她的名字是Kaella OK 又是 其實一直解主線 一直解主線都可以 Kaella 他有很多人物 現在又要去解任務 找到Kaella Joco的任務主要是要你找人 這個叫你狩獵 Rosa是 Rosa是 我剛才狩獵完的犬 現在看看他有什麼說 Rosa 回到流浪者休憩地找Rosa 你不是Rosa嗎 你不是在這裏 你不是在這裏 他在這裏 他在這裏 我試試看 我可以把這個洞過去 不行 一定要走正門 他 做得不好兩件事 第一件事 沒有Fast Travel 第二件事就是很遠 不是 第二件事是 地圖做得太簡單 OK 這個是Rosa嗎 對 這個Rosa 對 這個才Rosa 剛才那個是 剛才那個M字 好 艾納犬的頭顱 好好研究一下 唉 又要調查其他 又要狩獵其他東西啦 較低的體質製作的假修 骨毛骨尖 骨毛毛尖 那些是製作類武器 製作東西的 對吧 要弄骨毛 試一下吧 喔 頭窄類武器啦 很明顯是 對吧 頭窄類武器 對啦 OK 可以順便當作攻擊類武器的 OK 那我明白了 支線任務其實也不是很特別的 支線就是不斷叫你去 狩獵狩獵狩獵 即是Rosa就不斷狩獵狩獵狩 Jocko就不斷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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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要我找甚麼考白蟹 對啦 那我明白我應該如何拍一個Gameplay 就是 一天就是狂狩獵狩獵狩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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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來升級武器防具 Armiren 原來是你加一支 哦 行了 聆聽者之心 找到Armiren Ella就是要找骨心短杖珍珠石 Armiren就要再落一點 總之我現在一定要找骨心短杖珍珠石來打通 才會下去找到Barteran的姐姐Armiren Rosa又要叫我繼續狩獵 Joco又要叫我找人 原來這隻就是大打雜任 我還以為是Dark Souls 這裡我應該會去解解主線 就是找這個骨心短杖 還有這個 不對 對了 要找骨心短杖和珍珠石 因為要打通那條 那條橋 那就是Garrowan的幻象 那今集來到這裡先 很多大打雜任務 那今集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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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e